锋利政公所4号举办了原住民保留地权状颁发典礼 由政长萧文龙亲自颁发给取得所有权状的原住民 总计有90笔面积约77.62公顷 而受惠的原住民高达了65人 政长萧文龙指出原计划5月份举行上半年的权力恢复搬状仪式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政公所遂改采有几方式来办理 将原保地所有权状寄送到申请人手中 总计5月份先后寄送了多达174笔 面积67.93公顷的原保地权状给105人 这个本来早应该就要发给你 现在发的都是权状 过去已发的土地是权力证明 那还要等5年才发权状 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政天才立民 在国会很帮忙来跟大家征询 本来这个土地是我们原住民本来就是我们的团土领域 过去我们祖先就只能耕作的 应该要还给我们 不应该还有什么土地前壮还要经过5年这样 我是认为我们立委政天才这样的真情是对我们应该讲是转型正义 原来就是要我们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政公所也很努力来跟大家办 镇长夏文龙与贵宾们先后颁发所有权状给每一位族人 直见族人们各个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纷纷表达申请多年的原住民保留地终于取得了所有权 足以告慰祖先或父母亲在天之灵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